泰国将在这个月24号举行大选 早前一位提名公主乌文勒竞选首相 而遭宪法法院裁定解散的泰爱党今天声明 即使党的组织架构已经被瓦解 但旗下的理事成员依然会利用发表政治言论的自由 深入全国各地号召选民投票给民主阵营 泰爱党战略顾问查都隆对外声明 这样做的目的是要平衡军方组织 也就是现今的国家和平秩序委员会一拳当大的局面 协助推进民主目标推动泰国发展力拼经济 查都隆也强调不会表态支持特定的政党 也不会干预各个选区议员的宣传 泰爱党和流氓海外的前首相塔辛关系密切 早前提名参选的国会议席候选人有174人 不过由于法院同时预令泰爱党的理事会成员 在十年之内不得再从事政治活动 这一批候选人无法再通过 其他政党登记参选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Nedia Nedia